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很多縣市都看得到 就是水基本上都呈現一個 不是那麼好的狀況 甚至有些有機物的味道 非常濃烈 那這就是我在沿路看到的一個狀況 很多各式各樣的一個綠色 那這主要都是在桃園 各縣市都有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就是有些牡蠣它呈現的顏色 不是綠色的 它呈現的是黃色甚至黑色的 那這是非常奇怪的 那當然我們最熟知的就是所謂的 以前的綠牡蠣 在香山還有在二人溪 那這些我們現在做的都是石科 它是野生的 野生的石科 那它跟牡蠣其實是不同屬 分屬不同屬的一個生物 那牡蠣因為我們養殖 有一個北縣 那以前就是到香山 那後來香山又綠牡蠣事件 所以就沒有再養殖了 那所以呢 我們就用石科 來做一個所謂的檢測 在做整個海岸的一個 健康的一個問題的一個檢測 那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檢測生物 前年開始我們就已經把綠牡蠣的 這些訊息撲出來了 可是我們沒有發現 沒有看到我們的政府單位 來重視這個問題 即使在兩個禮拜前 有幾家媒體來拍 也形成了很大的一個效應 但是我們的縣政府呢 用我們環保署的一個 十年的重金屬檢測資料 告訴我們民眾說 現在這些都很安全 大家可以放心 到底是沒有生命的數據呢 比較能說服你 還是各位現在在這裡看到的 這些綠牡蠣能夠說服你 對 這些都是石科 對 那我在想說我們的政府呢 應該是要保護我們 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當我們桃園的重金屬質呢 在這些石科上面 展現出他們的 污染的指數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還可以漠視嗎 自選桃園縣政府 因為要去做一個所謂航空城 他跟水利署去申請水權 我要這麼多的水 結果石門水庫已經沒有辦法 去複合那個水量 所以說要求 桃園縣政府自己要去找水源 他們就提出了幾個方案 一個是海水淡化 第二個就是再生水 就學習新加坡用再生水的那個原理 去把原油我們用過 排到河川裡面的水 再拿回來用 所以說我們桃園縣的縣民有福了 我們以後就跟這些石科一樣 我們以後就變成綠色人種 那我們送點一樣點 那可以看到野生的那個石科 它就長在一個河口 很接近河口的地方 有堅硬的附著物 它就會在上面附著 像岩石或者是港邊的一些水泥塊上面 都可以看得到他們的蹤跡 那基本上全海 只要海岸有附著物的地方 他們基本上都會找得到他們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監測的生活 而且他們就在河口 所以他們承受的就是近海的一個 污染的一個所有的 它可以反映近海所有污染的一個指標 好 那這是我們檢測的結果 紅色的是第一名 它的濃度是最高 然後紫色是第二 黃色是第三 那可以看得到紅色 基本上就是 道遠公正區跟永安 就是桃園是最嚴重的 基本上可以算出來 就是像 道遠有二四六七個 那都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那永安也是一樣 可以看到桃園跟桃園兩個地方 基本上它的總分都是超過100 因為14分加起來 所以它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們分居一二名 就是桃園地區最嚴重 再來就是高雄的鳳鼻頭漁港 那那邊有所謂的石化葉 還有就是它有一個很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高雄在那裡做所謂的爐渣 還有焚化爐的底渣的填埋造路的一個地方 它叫做南興計畫區 那這邊鳳鼻頭漁港的部分 就不曉得它的污染源是哪裡 它可能有多重來源 所以它的總分也非常高 再來就是中港溪還有發雅鍋 發雅鍋排水基本上 前陣子就是一直有所謂的 電鍍廠偷排廢水的情形 所以它的分數也很高 然後台子魚港它是一個 它就是很多的廢棄的 事業廢棄物在那裡 那採集的點也是一樣 它反映的就是 它可能吸收了很多污染物 因為桃園還有許多的海岸 其實有很多的民眾會去玩水 甚至呢 像所謂綠色休閒的地方 就是有石戶的 新烏箱的那一部分 我們昨天到現場 除了挖到綠母麗之外 石科之外 我們還發現到有人 在那邊挖海瓜子 我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 會在那裡撿珠蘿 如果石科是有重金屬污染的 難道這些底漆動物就沒有嗎 那假如這些底漆動物 都有重金屬污染 我們的政府可以做事人民 就這樣去採來吃 然後散步到各個地方去嗎 沿海的漁民可能會撿來吃 現在是很少人吃 我們要特別強調這一點 但是我們從這邊的檢測 也發現另類的台灣之光 統更新已經在世界上的濃度 已經數一數二了 真的是不容易 也希望政府如林議員講的 一定要積極來管制監測 那我們看見台灣 一定要看見台灣 污染的真相 不是看到國土的崩塌而已 其實這些污染的真相 才會對我們國民健康造成 潛在的威脅 因為我們不管垃圾 或是公會外出的 往西海漢排 往海漢這樣丟 結果這些污染物 就進到我們的肚子中來 對我們健康可能造成危害 那邊的雨毯 以前我們小時候隨便釣都有 現在的話 你可能釣一天的話 釣不到一條兩條 所以說整個台灣的 河口的那個 跟我們的漁業資源 事實上已經受到 非常嚴重的一個毒害 很多魚的話 甚至魚都沒有 抓不到魚了 你說漁民怎麼辦 他們抓不到魚 他們怎麼辦 可是他還是會有抓到的 抓到的可能都是 有可能都跑到我們肚子裡面去的 我們不是要你去管 而是監測它 作為水體的這個 污染與否的監測指標 然後就是抵泥 抵泥 然後這些野生的水 野生魚被蝦類 應該是這種態度才對 法律和執行法律的這個態度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源頭管理 可是我們水污法 經過日月光事件 到現在水污法就擱置在那裡 水污法的修法 一直就沒有進度 就停在那裡 事件過了就沒了 這件事情相當令人遺憾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 要有法律的管制工具 然後要有政府執行法律的 魄力和態度出來 目的就是要看 環境污染的現狀 那從這時刻的數據來看 我們的污染線路實際上 是蠻嚴重的 那我們不是要來說 這些對其他的海產有什麼影響 那主要這些我們從 因為石科是野生 它是有生物累積性 那如果環保署 它只是簡單的檢測水體 是讓無法反映出來 這些重金主在生物體的累積 那這樣子反而是危害國民的健康 所以我們建議環保署應該 或是相關的單位 應該負起責任來 做能夠檢測出 能夠反映台灣污染環境現狀的 這種檢測 偵測 來代表環境的污染 不要為了應付國民的需要 就隨便檢測的水體 我想知道無法反映出 台灣污染環境的現狀 對方的事 在平台北金雲 在平台北金雲 為了面對方 在平台北金雲 根本身充分 感谢观看